在台中是有好幾個綠原道 規劃在高樓大廈之間 讓市區增添綠意之外 也成為了不少民眾 休閒散步的好選擇 但最近有民眾 來到了太原綠原道發現 眼前整片綠油草地 居然是人工草皮 擔心說這樣子做不環保 對此養工處也強調 選用的材質有符合國家標準 不會危害到環境 放眼望去 眼前冒滅草地綠意盎然 讓人看了神情氣爽 但有人上前摸了摸 觸感好像怪怪的 仔細一看居然整片都是人工草皮 台中市區高樓林立 多虧有好幾個綠原道 讓民眾多了喘息的空間 但畢竟還是有通行的必要性 如果是真草皮 反而不容易照顧 還可以吧 因為真的草皮會 就是枯掉什麼的 以能力跟成本來說的話 假草皮會比真草皮維護更好一點 但也有專家質疑 人工草皮可能會衍生土壤乾枯等問題 實際比一比 真草皮相對稀疏 反而容易枯死 而人工草皮不怕採 但夏天容易蓄熱 而且比較無法分解 各有好壞 主管機關強調 包含其他區域的綠地 未來也會評估用途和位置 選擇最符合實際需求的方式 為市民創造更多 兼顧環境又舒適的活動空間 繼續收看李嘉明 台中報道